中国女排3比2战胜美国 比赛中 蔡斌派出的首发阵容 是朱婷 李盈盈 袁新月 刁林宇 王源源 龚翔宇和王孟杰 首局 美国女排以6比3开局 朱婷发球得分 袁新月发球直接得分 将比分追至8比8平后 中国女排越战越勇 将比分反超11比9 打停美国女排 暂停回来后 美国女排将比分追成13平 龚翔宇强攻得手 李盈盈后排强攻得分 中国女排15比13领先 美国女排连续失误后 中国女排将比分扩大到17比14 美国女排不得不再次叫了暂停 美国女排连续追分后 蔡斌请求暂停 两队的比分是18比17 中国女排领先一分 最终中国女排25比20先赢一局 第二局 两队比分交替上升 美国女排连续得分后 以7比5领先 蔡斌请求暂停 回归赛场后 中国女排连续得分 袁新月连续拦网得分 中国女排将比分反超为 12比10 美国女排不得不请求暂停 美国女排暂停回来后 失误依旧频频 朱婷连续重扣得分后 中国女排将比分拉开 17比11 中国女排大比分领先 此局 美国女排状态低迷 中国女排越打越勇 以25比19再胜一局 中国女排大比分2比0 领先美国女排 第三局开始 美国女排找回状态 以6比4领先 并拉开比分 10比5大比分领先 蔡斌及时换人调整 连续得分后 将比分追至9比11 美国女排请求暂停 随后 美国女排再次拉开比分 16比11 领先中国女排5分 蔡斌不得不请求了暂停 暂停回归后 中国女排连追3分 美国女排后排强攻后 18比14领先 此后 中国女排失误增多 美国女排以25比17 颁回一局 中国女排大比分 仍以2比1领先美国女排 第四局 开局 美国女排4比1领先 中国女排慢慢调整 将比分追至6比6平 李盈盈重后得分后 将比分反超8比7 随后 美国女排进攻失误 中国女排9比7领先打停美国队 随后 两队的比分交替上升 美国女排连续得分后 将比分追成13比13平 美国女排利用发球冲击我们的遗传 将比分反超 17比14领先 蔡斌换上吴梦杰后 连续得分 将比分追至17比18 18平后 中国女排连续失误 落后3分 李盈盈连续得分后 中国女排追分至20比21 美国女排连续发力后 以25比20再赢一局 总比分2比2平 决胜局 中国女排3比2领先 不过 中国女排随后失误 美国女排5比3 反超比分 暂停后 中国女排追平 李盈盈拦网得分后 将比分7比6反超 换边后 中国女排9比8领先 李盈盈调球成功后 领先优势扩大到2分 最终 中国女排获胜 取得开门红